为何三百年前百年轿选址乌江流鼻洞设立山寨 是因为错综复杂的洞口结构 还是内部的天然地道一手难攻 当地牧羊人说起此洞唏嘘不已 所以里面是白年轿四个人的 蛮深 这个不透透 它还深了 还深了 里面不凉的 哦 你曾经警觉过没有 我曾经警觉过 我曾经警觉过 里面还蛮黑人 你走起来 你那个灯都不亮了 电筒都不亮了 电筒不亮了 很深 很深了 一头缺氧气了吧 那么此洞的大量陶瓷用具 隐藏了多少秘密 今日随我进入乌江流鼻寨 一窥端里 有专业的向导单路了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旅途了 不会太困难 你们拍到 里面有刺猬啊 向导说里面 他发现过刺猬啊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两个洞 就是这个白年轿 牛鼻寨的洞口啊 我们刚才用无人机 看了一下 里面有城墙啊 据说上下有石层 往上爬五层 往下爬五层 好 我们干着 你看这 一个骑石 七窍玲珑啊 这不是在里面全部都弄空的 我靠外面看着好像个毒鼻子 咱们继续前进啊 向导说前面这种石头还有很多 等一下我给你照照片 好 快来快来 什么 就在这里啊 这就是我们刚才 无人机看到那个中心点啊 那边还有一个洞口 这时候我们是进到左边的鼻孔 我们马上进入一探究竟 这边有城堡 可以看到 这里是古城墙啊 这明显是人工马区的 可能在曾经 这里是有一道石门 它的宽度差不多是一米三 但是上面没有衡量了 有可能已经被损毁了 看到没有 对对对有一个圆形的方孔嘛 我的天 这里应该做的有个越阶 是一个富士结构 好 话不多说 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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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 走 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 两个大鼻孔 这就跟我们养的那个老黄牛一样 它那个绳子可以从这里穿进去 然后从那边拉出去 这就是牛鼻寨啊 下面还有一个小树井 这边有一个窗口 我们看一下 这个缝可能只有20多公分 哎呀 感觉晒不过来啊 哎呀 还好 我这个身体比较苗条啊 这个土墙呢 是采用的黄土和这个泥沙 合并而成的 哦 那个去 这个下面是一个裂缝 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里面是什么样的环境 哦 这里有个树井 哇 真的是七条玲珑啊 我说白年教在这里选址的话 真的是非常的考究 因为这里面非常好躲人啊 是一手难攻的好地方 下面呢就是乌江 现在队友啊 自过来了 你要反过来 反过来 卡住了 注意它的臀部啊 它刚好从那个凹陷处 这样卡的 这是为它量身定做的 一个裂缝 那边有几个树井 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然后我就准备进到洞道深处去 一探究竟了 在那里 有个白年的标志啊 看到没有 那个中间呢 就是它的花园 然后周边呢 有散开的白年花 这个有可能是人工雕琢的 然后呢 这个左边呢 就是这个牛鼻寨的主动道 我们这时候就进去 一探究竟 走 出发 咱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洞道非常的狭窄啊 而且没有什么人工修着的痕迹 这就说明 更多的人为公司啊 已经在哪里面 咱们可以看到 在这里呢 迎来了很大一个洞心 然后呢 阿智同学已经在左边的洞道 上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蝙蝠 我们这时候就上去 一探究竟 走 出发 这个白年叫牛鼻寨了 根据当年老人所说啊 在这个洞道的深处里有一个树井 树井下面说有白骨生生的这样一种场景 我们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看到那一幕啊 大家 持续关注 小心一点 谢谢前面 哇 上面可以看到很多蝙蝠 我从这个下面上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哇 好多夜明山 这个夜明山也是一位中药啊 它就是这个蝙蝠的粪便 夜明山的上方呢 就是很多蝙蝠挂得像灯笼一样 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蝙蝠进出的一个窗口 可以看到外面的光束 右边这边是一个坛口 然后没有其他洞道了 这边没有其他洞道了 就是上来看了一眼蝙蝠 好 我们继续回到那个主动厅探索右边的洞道 好 好 下去 可能那个竖井就在山里跳的那个后方 咱们就去探索右边的这个洞道 去里面竖井搞一哈 看看里面是啥子样的环境 先把这个包背好啊 哇 这边有很多人走过的红尖哦 这也是一满洞的这个夜明山 但是这个走到了是被人清理过的 这个时候要到处看一下 有没有别的洞道 这上面有这种血色的物质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个洞厅非常的高 哇 能要二十几米啊 这中间 还有这个正在生长的蛋黄石 哇 漂亮 现在山里跳了在那边 发现了一个竖井 咱们去看一下 哇 这是什么东西 看到没有 这被人掏了一个大坑啊 这我们在之前的那个周家寨里面 也看见过这种场景 就是 挖了一个道洞下去 然后这里面 大家看 这里面被人拦了有一个院子啊 这种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要动里面的石头 有可能会挖到什么东西 这里有一个小洞道 但是里面没有更深的洞道了 看这种碗 这个又很好看 天青色的 天青色的烟雨 而我在那里 上面还有一个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完整的 我们继续前进 山里跳在穿装备 拿出了它的八字环 准备下入竖井去移探究竟 走 咱们继续前进 现在我就下入这个竖井下面去看一下 下面是什么样的环境 可以看 从这个竖井降下来了 这边呢 发现了一个 生锈的菜刀 咱们继续前进 哦 哦 哦